随着炎热夏天的到来,人们往往会变得心烦气躁,情绪不宁,如何度过清凉历下,俗话说,心境自然良,要做到心境,并非意识,它既是一种境界,又是一种阿然,更是一种超脱,要做到心境,它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去修正,需要用理性的自然去平复,要想心境,不妨去打打太极拳。 正如太极之先是李一社,在五字诀中讲,心不静,则不钻,一举手,前后作要全无定向,故要心境,东西太,太中日和,如此种种,都反复证明了净对一个人而言,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思考问题,为人处事,修身养性,还是习练太极都是极其重要的。 倘若,在营运夏天的早晨,找一清凉处,在古典音乐中,静静地打上一套传统太极拳,让身心徜徉在一起遗落的拳架中,什么烦恼,什么不快,都会随权势的变化,而跑得无影无踪。 太极真的不失为是一种静心的好方法,人,一旦心真的静了,会简单许多,就不会在意喧嚣的世界,就不会处心积虑,勾心斗脚,就不会盲撞浮躁,泡高沐远了。 只有这样,远离烦恼和忧愁,才会在灯下进读书券,专注尽赏乐曲,尽想生活,尽想梦中甜蜜,才会守着这份淡然的静蜜,淋一手云水。 不倾斜谈心,轻轻与自己自语,学会独自与心相守那份时间的美丽,才会轻轻闭上眼睛,用而去捕捉交织在身旁的生活,用心去细细勾勒身边的世界,用情去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,用爱去温暖周围的每一个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